好 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就个单元当中呢 很开心请到大帅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而且他今天不是大帅 他今天是超级帅 哈哈哈哈 你已经神魂颠倒了 哈哈哈哈 穿得这么硬倒啊 我还蛮理性的啊 哈哈哈哈 好 换一下我们的古海观察家 张鸿昌张大帅 大帅好 呃 各位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各位午安 好 耶 哈哈 放鞭炮哎 放鞭炮哎 哎呀 春节 你知道吗 发生什么 哎那个有时候扫墨也会放鞭炮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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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原来是清明快到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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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为什么你来呀 我们听众朋友 嗯 是这么多留言啊 对啊这细色就是放空了 都是ő音 对大家都说 大家都说你很神准啊 为什么你一来就跌 本来你来跌的时候 大家其实是 我昨天晚上听 看到那个上海封城新闻 我大概就知道今天会下跌 然后你就觉得啊 我都来对了 来对了 我都来对了 其实我跟你讲 我背后有一个黑手 叫废龙 时间都他安排的 哪有 你都是月底这个时间好不好 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就是那个简直 不过呢 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有说我们的那个直播 我们直播要加码 要分享 分享就是你怎么教孩子 投资啊 其实我知道有啦 是是 但跟我们分享 今年才开始的 今年才开始 对啊对啊你看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加码 所以大家可以那个 听广播 然后也可以看直播 讲一下过程 你要先看人有多少人 你总要超越一下朱老师吧 朱老师 朱老师是比我更帅的 哎呦 其实我刚好今年 今年那个过年的期间 我女儿 我一个大女儿 大女儿就很好奇问我说 因为她看我每次 为什么跟人家讲电话 都在谈股票 他就很好奇说股票是什么 他从以前都开始 他很好奇说股票是什么 因为为什么人家打来 都来问我 问我股票的看法 原来问股票可以打到你家 你这样子人家 马上就要问你家电话号码 那你手机也交出来一下 那我来报一下夏韵芬的号码 然后他就开始对股票 你就算额伦木兰 他就对股票有兴趣 然后过年的时候领导压税前嘛 然后他一直都放定存 他们其实我小孩 以前领导之后都放定存 那我也先教他们 从银行利率开始看起嘛 那他们他今年就很 大女儿就很有兴趣 就说他想要投资股票 哎大女儿多大 可以透露一下年纪 高一 哦高一 哦大了大了长大了 那他就开始 其实我以前有问过他 你以后要读什么 要不要读商学 跟爸爸一样 他说他没兴趣 他想要读理工那一边 他爸妈都念商的 对对对 他爸妈就是我 好像我跟他爸妈很熟一样 他现在是读理 那个数理之优班 他是对数理 都男生为主了 他本身对商学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因为听到我讲 他就开始想要把压岁钱给投资 投资他就问我要买什么 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那既然要投资的话 我就问他说那你想买什么 然后他们第一个直觉 我发现小孩子第一个直觉 就是说如果你要当一家公司的股东 你要买什么 他们第一个直觉就告诉我说 7-11 不然就全家 有概念 他们都想要看那个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最常去的地方 然后又感觉生意不错 但是我看一看就感觉 那个不是很便宜 不是很便宜 我就我就没有 然后我就想说 要买什么 让他第一次买股票会有兴趣 这很重要 对不要让他第一次就新会议 对不要让他第一次就赔钱 他以后真的都钱都是放铺满 对啊 然后他很喜欢打棒球 他女孩子很特别 我那大女人从小就喜欢打棒球 他现在参加棒球队呢 全部的棒球队只有他一个女生 哎呦 聪明啊 他就喜欢打棒球 你看大家对他多好啊 后来我就想说大鲁格 哎最近很龙哦 最近很龙哦 他有棒球场吗 练习棒球场 那我想说 那买他有兴趣的股票 让他去观察 可能会比较兴趣 后来我就看一下大鲁格的财报哦 哎我就打笑念头了 我就说不要好了 我要说不要了哦 后来我最后帮他选定一只 就利用恶务战争的时候 就帮他选定一只 这次我们在前年的时候 曾经在节目上提过 那时候我们把他取个歪号 就黑色甜甜圈 啊我知道了 某一家公司哦 比较小间的那一间了 对 然后那个我就 那时候我就告诉他说 后来我还教他怎么看K线 就四个元素嘛哦 开开收高低哦 怎么划K线 至少让他看得懂那个价格波动 高中可以啦 可以可以 他会很快就领月 因为他 他也学对数理比较有兴趣 然后我就告诉他说 你看哦 这家公司呢 从去年开始跌的时候呢 过程当中非常斜率非常的抖 你都不要理他 因为他还会再继续跌 然后等到跌幅的时候 开始慢慢趋缓的时候 你可以开始关心他 然后接下来开始走平缓的时候 开始做整理的时候呢 你这样说 你女孩敢疼啊 有 他就看你K线啊 看他K线啊 你看他肺龙那个脸 来口罩拿下你就知道 他有多迷惘 他有乌鸦飞过去 反正我们就是股票 下点过程当中 大家如果参与投资 大家都知道 他下点过程当中 会先跳几跌嘛 然后你会一开始不知道原因 然后慢慢跌之后 他的跌势会趋缓 然后趋缓之后 会开始做一个 躺在地板上 就整理了一个平台 然后做一个平台之后呢 平台之后呢 我就告诉他说 哎你看到这个平台 就表示他的卖亚 已经差不多快要 差不多结束了 但是你还是不能进场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测试 我刚才讲三部曲嘛 斜率要要平缓 然后第二个要整理过 第三个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要利用利空去测试 他还会不会继续下跌 刚好这一次俄乌战争 他也知道俄乌战争嘛 对对对 俄乌战争经过他 俄乌战争大跌 不是台股跌了2000点吗 有有有 他都没跌 我就说哎他就经过利空测试 表示真的卖亚 该买都卖了 我就帮他过年后 帮他开户 然后买这一档股票 嗯 哎那时候 哎我刚查了一下报酬率 他现在是 哎今天还涨了2.5% 哎今天今天大跌 今天大跌5156 结果他逆市上涨 逆市上涨 对那报酬率多少 他现在是6% 最高到10%嘛 那最高到 很不错 最高就涨10%嘛 啊我女儿也蛮好玩的 我就告诉他说 哎你看到这个 我一开始第一个 他讲说我帮你买可以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不能不能看盘 他第一直觉就问我说 能不能看盘 能去哪里看股价 啊 我说没关系 你因为我一直 我第一个念头就教他说 我第一个念头 不要让他当投资 也不要让他投机 我要让他当股东 所以我是其实要训练他说 怎么去观察一家公司的 呃的那个循环 所以我一开始就想 叫他股东会或出席 在今年了 然后认识一家公司 你看有个副爸爸多好 直接叫女儿当股东啦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哎问题是你两个女儿 哎对 你这样不公平啊 我还在讲第二个女儿 第二个女儿完全不一样 你一个有买一个没买 没买不是我不给他买啊 真的吗 不要啊 对啊 嗯 我跟你讲很好笑 以前啊 我也会叫我儿子买 这样没有 这样这样 很帅很帅很帅 嗯 你看张小姑娘真是厉害 文武双全 哈哈哈哈 对 对 他真的都那 往右的 好好好好好 我当初 嗯 郑家买什么是什么 我没有跟你说过嘛 就他他不买嘛 他去买什么橘子嘛 哦对 不是啦另外一个啦 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五月天那个嘛 就是 对对对对 他去买个五月天那个 他不是大标吗 新贵嘛 对对对对 那个他的那哪一家公司啊 我也忘了 后来 反正他就觉得我不准啊 然后后来他又去买橘子啊 然后后来还赔钱橘子买三次 哦 然后那时候是什么天堂 他应该买apple了 哈哈哈 他买橘子就错了 他应该去美股买apple 所以我就说哎 你让小孩 我是想让我小孩自己去接触 对 可是你说让他当股东 我觉得这也不错 对 我觉得其实要他股东 因为我我已经跟他讲过说 第一个你不要看盘 第二个你你大概两三年后你再来买 对啦 对 我跟他讲 对对 然后我觉得像有人在问就是说 哎爸妈是小白能不能教小孩 我觉得可以 嗯嗯嗯嗯 因为有些小白你其实你有你的长处啊 是是对啊 我我我其实我比较着重就是 我那时候想说要怎么教的时候 我不要教他什么投资技巧 我要教他是那个那个心态 嗯 那个心态要 只要他一开始第一步 他的心态是 比较正确的话 他接下来面对面对投资比较 对有一个节奏 嗯 哦这很难呢 你看这一波这样砍下来 有多少人是其实是焦虑紧张的 我女儿没有焦虑啊 因为他看没有在看啊 你不让他看啊 哈哈 你不让他看啊 哎呦 有破500了 有人知道哪一档 哈哈哈哈 好我们持续跟大帅啊 来聊一聊啊 因为我记得你有两个女儿嘛 那你这样不公平啊 你让一个女儿说 嗯 这个有买当股东 另外一个 他会说你不公平啊 没有 第二个其实我有问 因为他都有押税钱嘛 啊押税钱 第二个就问他 他第一个直觉就告诉我说 不要我怕赔钱 哈哈哈哈 我怕赔钱 他说他继续放定存 好我就放定存 然后他们大概知道说 现在定存大概一年都不到一趴嘛 对啊 那他们一趴不到一趴 你知道你小孩子有点天真 那不到一趴 他说哎不到一趴也算很高 我说以前以前五六趴了 七八趴很高 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没有比较过那个高利率 那是老二比较傻了 老二差几岁啊 老二差三岁啊 好 然后后来 他看到姐姐那个报酬率 一度到十趴的时候 我有跟他给他看说 哎姐姐的报酬已经到十趴了 你知道十趴 大概你的银行定存要放几年吗 他算一算 嗯大概要快十年 对啊哦你这样子很好 对对对 然后他就说 那我就要说你要不要开户 要不要买 他说我不要我怕赔钱 他还是不要 所以他还是不要 所以我就我就我就不管 我就不管他 他还说说啦 没有没有他就是保守 你爸爸代操啊 爸爸给你做股东啊 不是不是我没有代操 有个父爸爸多好啊 我没有代操啊 我是要让他学习 其实要让他参与 以后他们要 最后就要自己选择 你再拜拜让人玩 你不公平 没有不公平 我问过他了 没有录音应该装上去 对啊你他 我跟妳讲 女儿都会跟爸爸塞奶的啦 到时候你还会是说 绕一个不公平 但是两个性差很多 一个愿意尝试 一个是很保守的啦 那老大 那老大接下来我就跟他讲说 欸他最近公告一个股息政策 今年要配一块嘛 啊配一块 配一块我就跟他讲说 欸他在除息跟利息有什么不同 嗯 跟他慢慢讲 然后接下来就股东会 开会的时候怎么样 你是身为一个股东 你要主张 你要关心股东会 然后这家公司的 营运状况怎么样 嗯 那我存意表部 从营收告诉他嘛 说营收就是公司的 产品的收入这样子 就慢慢教他 那当初帮他买这个价格呢 其实也有一个风险先控管啦 其实我买股票会设想一个风险控管 嗯 我代价公司在最近几年都是配一块嘛 所以大概30块这边 那时候我帮他买是买30出头啦 嗯 所以那时候其实职余率算起来 大概就3%多嘛 嗯 那是一个低档的一个风险 嗯 风险就说至少 啊他们 就算股票还没有涨之前 他还可以零股息 嗯 当初我帮他设计的这样子 嗯 所以他就开始买买 买过年后来 二物战争没有跌之后 啊接下来就做一个上涨 整理之后做一个上涨的动作 嗯 嗯 就这样子 嗯 啊 所以我为什么没有 可能很多人会问说 为什么我没有叫他买电子股啊 因为大家不是很喜欢电子股吗 对啊 或者我正想问欸 你怎么没有 诶人不叫他买个台积电领股呢 没有 很多的父母亲 可能也会这样做 电子股这种科技的东西 我觉得他不容易 那台积电领股呢 不容易懂啊 你要解释什么叫金元代工 金元代工还可以啦 嗯 但你就不赞成吗 你说嘛 我觉得用生活的方式 生活的产品让他去了解投资的东西 嗯 他比较进入门槛比较低啦 嗯 所以我就让他选择 那其实这一档喔 坦白说我这一档其实观察很久 如果听众常听众 有有有有 我在观察股票 这一档股票其实我观察一年多啦 我从他上涨下跌过程中 我刚说嘛下跌过程中 我都不理他 平盘整过程我也不理他 等到利空测试的时候 我才会去注意到这一档股票 嗯 所以我就让他买进这样子 嗯 所以呃 这一档股票其实是 我买股票有两个有有两个缺点啊 第一个我常跟大家讲 就负一到一 我希望有一个转机股的股票 对 第二个他有个未来性 嗯 那这两公司他将来有一个未来性 所以我就有买 买他有原因 不是出 我其实不喜欢存股也不喜欢零股息 我觉得这个要缴税 嗯 然后第二个他要填息 要填息才能赚到股息嘛 嗯 但我比较喜欢有未来性的股票 那公司公司有未来性的话 我买他的话 将来他可能三年后 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可以连到一笔 哦 要他投资收益这样子 让他去进大学去使用 好 这个我们可以早一早一天再来聊 因为我觉得台湾投资很奇怪 他喜欢就 我们喜欢就是呃 存股票 然后领息 然后领完息之后呢 其实股价下来 你要再等他填息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逻辑啊 嗯 我们可以找一天慢慢的来 对对对 来来聊啊 不过我们帮大家总结一下 我觉得孩子个性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用引导的一个方式 是 然后股东的心态 股通的心态 不要用投机的心态 嗯 他真的当一家公司的股东 嗯 然后我让他教他是股东的身份 这样子 嗯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 就是送给大家的 所以谢谢大家 然后持续的要来收看 因为我们今天是加码的 让大家可以同步的听到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 来聊一聊这个现金 减资 减资啊 这个减资真的超过很多 你知道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看多少资料 真的是 这才印出一部分而已 然后再来把那个小超秀一下 小超秀一下 小超秀一下好了 小超秀一下 小超秀一下 你看就这么 对这么多的小超 对 我跟帮大家讲一些 我自己观察出来的东西 那因为是长龙减资这件事 他不是出来之后股价就下跌吗 那有很多市场的传言 市场传言 那其实我觉得有 有对有错 那我会讲一些 可能大家在媒体上面 或情况下没有看到的一些看法 那我觉得减资 信息减资其实这几年都蛮多的 今年到现在为止 我统计了一下 大概16家 已经有370亿的减资 减资金额 那我们往前推 2021年有16家79亿 这相对比较少 因为2021年跟2020年21家 因为疫情 公司可能比较谨慎一点 所以2020年21家有130亿就不多 最多最多的是在2018年 2018年有37家 那一年有635亿的减资金额 很多 为什么 那一年为什么很多 有一个鸿海 那时候不是史上 也是史上第一次减资吗 鸿海减资2块钱吗 那时候鸿海自己就占了 347亿的减资 那这么47亿的减资呢 这件事情就惊动了 所谓的立法院的立委 那时候立委就开始质询 那时候金管会就说 金管会说 那么多公司在减资 是不是大股东 为了逃税 或是为了避税 所以那时候金管会就认了一个口头上 没有法律 是口头上 有一个鸿海条款 就说如果假设企业减资的话呢 一年内不能再办现真 你不能再增资回来 所以那时候藏龙减资下跌 所以很多人就说 什么他可能要办现真 引进什么 然后会稀释股权 很多小股东会什么 股票就减少 那其实后来证明是摇曳 所以那时候就是 其实是为什么有这个 金管会有这个 减资之后一年内不能办 不能办现真 的理由 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个鸿海条款 他怕说企业为了减资避税 之后再办一个真真 这个很多人就说 后来也有人出来澄清说 这个减资之后再真真 金管会是不会允许 一年内不会允许的 这个也讲对一半 这讲对一半 为什么 因为呢还是有个漏洞 为什么他可以办私募 为什么可以办私募 可能很多人就说 后来有人说不能办真真 一年内不能办 没有错不能办真真 但是他还是可以办私募 因为什么私募只要股东 会通过就好了 问题在于私募的榜 要榜上三年 所以三年后呢 政期局 就金管会那边 会不会让你公开发行 这是一个问号 但是他办私募是可行的 可以的 但是现金政治会被挡 会被挡 所以你看是媒体上很多人 他讲说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啊 其实有些是讲片面 有些讲不完全 或者有些是讲错 但是呢 其实是办现真没办法 没有错 但私募可以 股东会通过就可以了 问题是三年后 要能不能办公开发行 好 那你先不跟大家先解释一下 就是减资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减资是我大股东 我不完了吗 我把钱还给你们 某一种程度 我也其实是可以结税的了 其实我有整理出两个原因 现在为什么那么多现金减资 企业很多减资 我刚刚有念到嘛 2018年37加 2017年也是37加 那个金额是153亿 你看这几年我这样念一下 加起来已经破千亿了 是啊是啊 破千亿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大家还记得吗 2014年的时候呢 那时候有一个仇富的心态 台湾弥漫了一个仇富的心态 那时候不是在 克了富人税 提高到45%吗 那时候我们的健保捐 健保补充费也调高嘛 现在到现在是2% 2.1% 然后另外呢 我们可扣底税额减半 那时候被废掉了 本来可扣底税额 后来减半 后来被废掉了 所以那时候呢 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让很多有钱人 甚至大股东 他需要缴更多的税 所以那时候 这个是一个原因 就说大股东要缴更多税 他开始动起什么 现金减资的念头 他开始要减资 这是一个背景 这是一个原因的背景 我不要缴税嘛 你今天钱还我 这就不是我赚的钱了 就还我钱 这是关键 我们待会会讨论 我们直播 就看大帅的秘密了 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广播要先进一下广告 2点继续回来谈 好 好了 因为今天其实蛮多的 所以我们待会就先讲一下 减资的 还有长龙的精英权之争 对 然后我觉得最后 你那个整理出来的很好 还有三大减资的 成功的失败的 那怎么操作 对 怎么操作 怎么操作 怎么应对 好 好 我是说 我刚刚是意思就是说 如果 哥哥派 哥哥派 如果他想要 减资再争资 在法令上 他还是做得到 他做得到 对 就是尽管会算说 一年内不能争资 但是他可以用失目 争资会被挡 但是他透过失目 只要股东会通过就好 问题是失目要面临三年后 他去申请公开发行 他卖股票的时候 那个政局会不会同意 到时候如果不同意的话 当然就是没办法 你要讲一些 那个大概广播不会讲的啊 哦 现在就是时间是你的啊 所以你要讲什么 所以报名牌大家最喜欢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去跟他直接一下猜 对 诶那一支 讲的很清楚了吧 有人猜到了 其实猜到了 有人猜到了 对对对 黑色天然圈比较小间的那一家 诶那那我要 第一个字比划比较少的那一家 诶那我要问你啊 对啊 其实你刚刚没有讲清楚啊 就是很多人啊 如果父母亲其实真是小白啊 是啊 那也许他只能 只能就是说 我建议你买 台积电好不好 鸿海好不好 老板都很拼的 也不错 那买铃骨也OK的 可是你没有这样做 是为什么 你说 你没有教小孩买这些 成为他们的股东不好吗 你说成为谁的股东 鸿海的股东 台积电的股东 不是我刚讲嘛 科技的东西 你都不要 我怕他一开始第一次他科技的东西 他没那么了解 哦 他没那么了解 对 像我到女儿的时候 他以后想去读生技艺 哦 生技 那以后他以后去买生技股 哈哈哈 我也不晓得 对有可能 其实我觉得投资的东西 常常见到一个 大家的毛病就是 他没有弄懂 这个产业没有弄懂 他就去买 嗯 就是很多人是常常没有弄懂 产业去买 你在笑什么 张大权威报名 哈哈哈哈 谁这样讲啊 我们的直播也是会有FB 哈哈哈哈 我没有报啊 没有报 没有报 嗯 而且 其实我跟你讲 那你说 要我们去 嗯 去了解 我一直觉得啦 我是替散户讲 就是说 要我们去了解一个产业 其实是难的 嗯 费用是难的啊 比方说 你了解富邦金嘛 你了解上海商银嘛 你看现在存股 那 我今天要配多少股 我要看金管会 那个答不答应我配啊 對 要看金管会帮 出这样的问题嘛 那你说當然科技股 有科技好难啊 就算是你说 黑色甜甜圈 就算传统产业 也有它 也有它 我們不懂的地方啊 嗯對對 但那個都比較容易懂啦 因為那個看的到 他看的到嘛 他看我開車也都知道嘛 輪胎的東西他就知道了嘛 嗯 那我是讓他了解說 這個產業他們能夠看到 生活生活化的東西 他能夠看到 而且我最重要的氣勢 我為什麼沒有優先選金融股 因為金融股是很穩定的行業 他不是會突然上去 我其實也要讓他賺資本利益 不是要讓他賺股息 啊你就要躺兩年啊 我自己的投資的習慣 也不是賺股息的 是賺資本利的 對 所以我要找那種有未來性的 有未來性的股票 而不是說只是利股息而已 你叫他放個一年兩年當股東對不對 我有跟他講原因 為什麼要放兩年 那如果他大漲了 想說他今天就這樣大漲了呢 大漲 然後 然後 大漲了 一倍了 好 我叫他請客 哈哈 不是那你會不會叫他賣 不會不會不會 不會啊不會啊 我會教他說為什麼 那時候我就會教他說 為什麼要賣出的理由 其實我已經有開始教他 我說喔 嗯 那個 那個賣出的時候 你要在大家 不熟 沒有在注意這檔股票的時候去買進 嗯 在很多媒體或是很多人在報這檔股票的時候 你要開始做一些可能賣出的想法 我那時候我教他所謂的人少的地方去買 人多的地方之後賣這樣子 欸那我很好奇喔 就我其實一個很有畫面的人啊 是是畫面 就是說你跟你女兒是真的這樣子面對面這樣聊嗎 我就打開那個電腦 還是躺在沙發上嗎 沒有沒有我打開一個可以打開一個電腦 我的notebook 然後把那檔股票的那個線型 我剛剛不是跟他講嗎 你要看整個觀察 後來齁 後來那個最近全家股票不是大跌嗎 全家那個股票從260跌破200嗎 然後我就跟他 我就拿K線給他 我就拿全家K線給他說 欸你覺得這檔可不可以賣 他說不行 我說為什麼 因為他說下跌斜率還很陡 喔 他立刻就知道了 哎唷 對 他就立刻說 爸爸是有教材的啊 哎呀 他立刻知道我那個三部曲 極點下斜率不要看他 整理的時候先不要看他 他立刻測試再去買他 立刻測試不跌再去買他這樣子 哎唷 所以他就看到全家那個K線就說 這個不能買 水產已經從260跌到100對地200塊 他說這個還不能買 這個要等他整理 他就知道很快就 所以你是在書房打開電腦 對對對 然後你坐著 然後他坐旁邊 然後他會問 哎呀這畫面太感人了 而且我不會讓他想要一次問完 因為我會讓他慢慢去引起興趣之後 他會問 開始慢慢問 因為我講到一兩年 他們說女兒很會投胎 哈哈哈哈 投胎很重要好嗎 哈哈哈哈 嗯 哎不過說實在父母親 因為我跟你講 向偉一個 我有一個小學同學啊 是 他家超有錢的 是是是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媽媽只會買房子 哦那也不錯啊 就學房地產 是嘛是嘛 所以所以他就學房地產嘛 那房子是一排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都好都好 也不要認為自己不行 是 找到一個方法 哦 嗯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我是重點是覺得講那個心法 不要讓他陷入一個 一個金錢遊戲當中 對 對 好 然後我們 嗯 一個靜音 我講那個靜音 對 還有三大減之怎麼操作 成功失敗的 對 我的案子 案例找很多 因為每次講減之 我每次都想要問那個國劇 因為國劇 他就是 一直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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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股價一直上去 一直上去 其實我覺得 他這就是 長榮那個哥哥派 他失算了 他失算了 我待會講原因 嗯 嗯 嗯 有問題嗎 好 這裡是 Online Radio 重要流行網 歡迎再回到 理財生活通 第二個小時的節目現場 我們現場的特別來賓呢 是我們的谷海觀察家 張宏昌 張大帥 我們持續跟大家來聊聊 減之的問題啊 嗯 那我們呃 直播也同步在進行 有很多人在直播上問我們的問題 我們待會會在 呃我們的廣播 空檔的時候啊 回答給大家 因為我們還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因為有時候人家看我們直播 人會說 欸你怎麼會跳來跳去 你怎麼又回來 那因為我是做廣播的 就廣播的聽眾要這個很流暢的聽下來 但有很多人在呃這個直播上問我們問題 比方說問大帥說 哎你剛才幫小孩買ETF就好啦 你為什麼 那待會會回答 待會會來回答 不過我們先談到減資啊 那減資的話說實在的 剛剛講歷史背景的2014年的時候 那個富人稅啊 健保補充保費啊 所以大股東當然就哦 錢太多了 繳稅繳很高啊 對 你發現減資啊 信心減資的加速開始增加 明顯增加 剛好跟這個稅法修正的時間 剛好不謀而合 所以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所謂的那個富人稅 跟所謂的COCOD稅額廢除 還有所謂的那個健保 那很多啦 當股東倒楣那時候不是很多生意嗎 當股東被抽了好幾層皮 什麼四層皮 那時候你就發現 整個限制減資的風潮開始增加 所以那時候 這個稅法到後來在2017年的時候 有在做修正 林犬那時候在提出一個新的修正 因為已經 那時候舊了 修水改有點烏煙 有點烏煙瘡氣 就讓很多人想逃稅啦 像法國那個富人稅 這後來很多人就逃稅嘛 才會改成說現在的什麼夾以兩岸嘛 包括什麼28分里克稅 跟所謂8.5%那個COD稅 那是後來改的 但是從那時候的確 那現金減資就開始增加 那也就是說大股東為自己考量 他需要稅付比較增加 這是一個原因 那靜音是什麼呢 應該恭喜 我們上市會公司的 賺的錢越來越多 你看看今天一個訊息 我直接講今天的訊息就好了 今天就說預估 我們今年的那個股息 可以到2.8兆 有沒有 去年獲利可能到4.2兆 4.2兆 那其實我們 剛好這個時間點也不謀而合 上市會公司的股息呢 配發的股息呢 也就是說獲利 獲利增加之後呢 然後配的股息超過一兆元 剛好從2015年開始 那時候2015年 我們的股息呢 配發了就1.04兆 然後接下來就一直 開始增加1.11兆 有沒有 到2019年的時候已經到1.44兆 到去年的時候1.56兆 到今年已經會再到2兆多了 表示這個 上市貴公司的錢 非常多 多到配股息以外 他還需要一個做現金減資 因為現金減資 他配太多股利的話 要繳很多稅 在大股東有錢來講的話 所以他就要做現金減資再搭配 那我隨便找了三家公司 你會發現他帳上的現金 真的這幾年來 狂增加 第一個就是大家知道台積電 他在2014年的時候 他账上現金多少 3581 他現在是多少 一兆 一兆 我們在想鴻海 鴻海那時候2014年 他的账上現金多少 6790億 他現在多少 1.06兆 有多嗎 好 就是電子股嘛 我們找一家台女 101代號 簽字第一號 台女那時候2014年 他的現金多少 305億 他現在多少 911億 連台女 多到爆炸 他也多到爆炸 所以你會發現 這幾個上市貴公司 我們這幾年來 台灣的景氣非常好 包括貿易戰的代表訂單 所以我們很多上市貴公司的錢 非常多 通通配股利的話呢 可能對大股東來講 付稅太重 所以他就通通 搭配個現金減資 所以這個現金減資的風潮 就這 從這時候開始 2014 2015年開始慢慢增加 嗯 好 到今年 嗯 到今年為止 包括長榮 還有前幾年國聚 嗯 國聚很風行的樣 好 所以前幾年這個風潮 就是因為這幾個原因 所造成的 嗯 欸那這樣風潮 嗯 這個造成之後 當然對大股東來講 是有好處的 對不對 我就把錢還你們 對 那有沒有隱隱約約 透露出一些不安的訊息 比方說 嗯 你看台積電為什麼不配 不把錢還給我 欸他還要資本支出啊 對 他還要買設備啊 對 那其他人 把錢還給我是怎樣 你不玩啦 有些有些上市的公司啊 他配很多現金 是真的有賺到錢 嗯 好賺到錢 但有些公司 其實就是為了炒股票 啊 有些現金真種 我們待會會講 我們現在講一下 那個現金整支 顯之有三種 嗯 你會發現 像國聚 在2013年開始 然後在四次減支 包括今年第五次 嗯 把股價從三塊炒到一百 一千三 不要做炒好了 剛好就 哈哈 又漲到一千三百塊 嗯 他做一個很良好的示範 良好嗎 哈哈 對其他老闆來講 哦 其他老闆會烹人心動 他就會想說 哎 這個簡直好像 股市是買單的 其實我覺得 你上次的公司的老闆 包括華爾街 他們都會迎合投資人的喜好 譬如說1990年代 你有沒有想到 如果你配股息 那時候是票房毒藥 對 如果你配股息的話 股價就會下跌 一定要配股票鼓勵 一定要配股票鼓勵 一定要儲權啊 對 那現在如果你配股票鼓勵 會被虛聲 萬海 嗯 萬海最近 他不是貨櫃三小 他配了一個股票鼓勵 就被大家 被他虛聲嘛 就說 哎為什麼你配股票鼓勵 而且他就不會想一下 他配20塊 人家長榮多聰明 配18塊 對啊 他加了6塊現金檢資 對 加6塊現金 你20塊我立刻補充保費 就就一張2萬耶 對啊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就說 其實現金檢資 我幫大家整理了 非常詳細 就是說有三種檢資 那三種檢資 又各有成功跟失敗的案例 然後怎麼去應對 嗯 才不會說中了一些老闆子 是為了跟風 因為他會迎合投資人的喜好嘛 因為美國華爾街也會這樣子 你就想說 哎讓股價高一點 因為他們有很多 都是有股票選擇權嘛 嗯 不是要自己有股票 所以他比較會偏多 對股價比較偏多啦 嗯 那我想 我們現金檢資流的後面講 我們先講一下 之前最常見就是虧損檢資 嗯 其實我必須先講這個 檢資之前 先跟大家講一下 現金檢資 不管是虧損檢資還是現金檢資 還是所謂的庫產股檢資 這三種 嗯 不管是哪一種檢資 我必須跟他先建立一個觀念 就說他只是財務上的一個操作 對啦 他不會對本業有幫助 不會有影響 他只是一個財務數字 財務比率的好看 如果現金檢資 或是什麼檢資的動作 可以讓整個公司大了 那每個公司都去檢資就好了 就不用經營本業了嘛 所以最重要還是基本面 這個大家先建立好 嗯 那他的檢資是一個財務遊戲 我們必須看穿他的財務遊戲說 哎他到底要玩什麼把戲 嗯 那我們先講一個 第一個虧損檢資 又有成功跟失敗的 嗯 那我講我這邊整理出來之後 虧損檢資 最近最成功的就是育龍 育龍 育龍 大家記得嗎 2001那個育龍 其實這後來跟洪海合作 訂動車育龍 育龍 大家記得嗎 從157億變100億 有沒有 那這時候呢 他本來那個 那時候累積的虧損呢 有239億 後來因為這樣子 虧損檢資之後呢 他的 累積虧損上剩3.6億 負3.6億 就是虧3.6億 嗯 他那一次呢 股本從157億 變100億之後 所以虧損檢資就是拿股本去填補 那個之前累虧的東西啊 就在會計上是這樣做的 嗯 所以呢 他那時候從 2019年EPS那時候-16.24元之後呢 經過那一次檢資之後 接下來什麼 脫胎換股了嘛 因為他已經把那個呆帳都打掉了 對 所以隔年就賺2.8 去年就賺4.82 有沒有 他就是一個很成功的虧損檢資 他有痛定失痛 把整個爛帳呆帳 好 那之前那部分都打掉之後呢 就把就把整個獲利呢 就是後來的獲利就拉上來了嘛 因為他其實還有很多子公司 還有土地都還蠻值錢的 對 所以啊 2019年那時候虧損的時候沒有配息 2020年就要配一塊 到去年今年準備配1.5元 這就是一個很成功的案例 他股價從14.4最低啊 漲到最高53塊 嗯 所以這是一個蠻成功的案例 那另外一個我們看到一個就是 借殼 經由虧損檢資借殼 這個我要提醒大家 這是又另外一個不一樣 像有一家公司叫以前卓越 他是做光籤的 卓越這家公司 他那時候後來被 被一家公司借殼 叫做成立數學 嗯 有沒有成立補習班 這一家公司 喔沒有 對被借殼 那時候文教股很熱啊 這種公司我們都很少 對對對 被借殼公司你會去 對但是我 你會去看他嗎 那時候很熱啊 他從零 我跟你講股價 你會去關注嗎 他從0.7漲到346塊 哇 然後成立補習班 那都有特定人在玩啊 對對對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他他減資呢 這個虧損減資就是大家 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他雖然後來成功了 但是你不能去參與為什麼 因為他減資的幅度是高達80% 你幾乎所有的原有股東幾乎都是被抬出去 就是說你幾乎股票都已經稀釋到沒有了嘛 對 那後來他引進失目就是成立 數學這個股息班進來之後呢 其實大部分的股權就變成大股東的了 雖然他減資虧損減資是成功的 但是後來漲上去的股票呢 那個股票上去的那個利得呢 幾乎都是其實大股東在享受了 所以你會看到減資幅度太大 像過去我也看過那種減資幅度 被洗掉了 幅度就99%的 你幾乎都是小股東幾乎都已經剩算 剩完之後已經沒股票了嘛 幾乎就剩一點點股票了 所以那個部分這個東西 他雖然股票大漲 但是對原有股東是其實 其實是比較吃一點虧的 雖然是前後市值差異不大 但是差異不變 但是他的股數就變得非常極端少 好 也有虧損減資有成功的 也有失敗的 那個越減越慘的 我們待會都一定要講 還有現金整資也有成功的 也有失敗 都有失敗跟成功的案例 我們待會分享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失敗就大魯格了 對對對 我們聽說 我們那個 直播的人好聰明啊 他就把你記下來 你看 你看股息多兩兆 太多歲 然後 台積電 你看 三千五百億現金到一兆 鴻海台泥 表示我的 呃 口死還清洗 對對對 嗯 然後他們說 來賓不會口渴嗎 真厲害 不會口渴嗎 所以你要把這些成功失敗都講完 待會失敗的那個大魯格講一下 好 失敗大魯格講一下 大魯格後來不是不買嗎 看完都不 但是大家 為了買紀念品 為了得到紀念品 對為了紀念品說什麼七百塊 嗯 兩千八 兩千八百塊 兩千八百塊啊 嗯嗯嗯嗯 我怎麼知道他的券好像什麼七百 紀念品啊那個 嗯 不限股數啊 你就算一股也可以領啊 其實我跟你講玩這個都好像 玩這個都 我覺得都 就很像一個那個啦 好像公關公司在操作一樣 嗯 我比較不喜歡 不過這一次我覺得在那個 國具可以投資嗎 欸國具也是一直撿一直撿 我記得他有一年他就是好像有連續幾年都一直撿 一直撿一直撿 撿四次 對 然後今年第五次就不行了 對 然後撿完以後 欸他還是 其實其實我剛剛要 要待會兒會講啊 就是說 其實現金減資喔 過去幾年是奏效的 嗯 對大對大股東對公司來講是奏 這個題材是奏效的 但今年失靈了 嗯 今年失靈了 其實投資人的投資人的那個都會慢慢就看懂一些操作 欸就算我看不懂我股價也看得懂吧 他下來了啊 對啊對啊對啊 對啊 其實張國華張 長榮簡直的張國華我覺得他是有用意的 待會兒會跟大家 你覺得還是會那個啊 不是他失算 我覺得他失算 那你覺得他還是跟金益泉有關 有關 但不是大家講的那一種 我覺得是他 他有另外一個盤算 但是他沒想到他盤算錯誤 對啊 可是他用大哥的身份說叫大家來談啊 對啊 嗯 他其實吵很久了 爸爸過世之後 其實也是張榮發種下的 種下的果 啊對啦 種下的果 對啊 我跟三個孩子一個女一個女婿 跟女婿一起討論投資 只有先生是局外人 哈哈哈 先生是對投資沒興趣的 對有可能 有可能就跟我二女兒一樣 對 欸對啊 為什麼你不會讓你的小孩去買ETF呢 因為我就要讓他了解股東 這件事情 欸ETF就是懶人嘛 啊如果他買ETF的話 他沒辦法去了解 對 了解一個公司 因為我最終目標 我其實看了很遠啊 我最終目標是希望說他最後一步 是學會怎麼選股 嗯 怎麼選股票 然後我先練 先教他那個心 就是那個情緒跟心法 心法 要沉穩 要沉穩 不要因為短線波動股價去影響到 然後必須讓他看很遠 因為你長線投資 你必須看到未來 對啦 那就是未來有一個趨勢 或是他有一個可能會收割的東西 然後將來 你現在買進之後 你就等收割就好 你不要去玩短線波動 嗯 啊 有人去買冒戲 嗯 好我們持續跟大帥來聊啦 但我們剛剛講過 就簡直類型不一樣 然後有成功有失敗 我們多舉幾個例子跟大家講 對 剛剛講成功的像是育龍 不過你剛剛講一個重點啊 育龍他有土地啊 他有本業啊 子公司都很賺錢嘛 你知道育龍 另外一個育龍994億育龍 還有中華車嘛 都這樣賺錢 所以他後來就很快 就轉虧位移 所以那時候其實幾點 育龍幾點時候是一個買點嘛 那時候就是剛好 我有看到那個機會 那另外呢 我剛剛講一個主要 就是那時候文教 文教股非常熱 包括三倍德有沒有 那種大DKY 那時候很熱 所以那時候成立這個補習班 剛好也搭上這一個借殼的上市 但是你要注意到 他那個減支規模實在太大了 幾乎後來上漲 股票上漲都是大股東獲得利益 那我們講一下失敗 所謂失敗就是 他虧損很久了 但是他越減 每次透過減支呢 其實是為了不要讓自己下市或下跪 但是他都一直持續虧損越減越慘 越減越慘 越減越慘 我們要講大魯閣 最近很多很多去買 為了那個2800塊紀念品 那時候我不是為了 因為我常帶到女兒 我帶到女兒去打棒球 練習棒球 然後發現那邊有投球 但那時候大魯閣因為他 他其實在2020年有時候 有減支過一次是55.3% 他為什麼他減支 是因為他一直都在虧損 他幾乎 我跟你講他我就沒有 他連續有2013年以來 連續7年虧損 到2020年的時候 好不容易打平 幾乎沒賺 就損一兩平 可是到2021年的時候 又虧兩塊 又虧兩塊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 一直以來都沒有賺錢的公司 然後他上次費鼓勵的時候 是2012年配4塊股票鼓勵 不是股息喔 因為他可能配不是太多現金可以配 或是考量到公司的資金運用 然後在2012年的4元的股票鼓勵 上一次的鼓勵是什麼時候呢 1998年 配1.8元也是股票鼓勵 所以其實長期持有 對股東來講長期持有的話 討不到什麼太大便宜 而且會被減支 為什麼他會一直減支 就是因為他一直都在虧損嘛 所以他股本就 我就發現他從16.8元已經減到 剩7.5億嘛 也是用股本去填補那個虧損嘛 然後減支之後 你的美股禁止會上海 就避免全額交過或下市嘛 所以他一直都是 長期來講沒有經營的 非常好的一家公司 所以我們 我們當然期待說 他能夠棒球場一直 一直 不然你女兒沒辦法打棒球 哈哈哈哈 你就這麼小小的心願 希望他好好經營下去 OK 那這波上海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大股東申報轉量股票 有沒有他從11塊轉到21 這樣不妙欸 對其實大家有在降溫的味道 還變成警示股 我好久沒有看到警示股 上次有沒有看到警示股 是貨櫃三雄 對有沒有被關緊閉 是貨櫃三雄的時候 然後這一次呢 他被關緊閉 5分鐘成交一次 嗯 那接下來還有一檔股票 也是大家可能都一定都去玩過 就是建湖三世界了 嗯 有沒有他也是長期虧損 然後他在2013年的時候 曾經檢過46% 嗯 46% 那所以因為他累積虧損22億 所以他就做一個 呃 用股本來彌補 虧損 來做一個減支的動作 22億那時候減完之後呢 他的累虧就剩下1.4億 1.4億 然後最近我看到最新的財報 又回到虧損20億了 就表示什麼 他都一直沒賺錢嘛 所以他累積虧損又開始 又回到原來的樣子 所以他也一直沒有 呃 沒有改善啊 那現在禁止剩1塊1.86元 你看他就是 就是股價剩那個 禁止剩1.86元 那時候減完這時候是5塊9 現在是全額交割股 所以那個建湖三世界這個 我們的遊樂遊樂場 這個就是相對來講 他也是越減越慘了 嗯 啊股價都沒有 所以你看這關鍵點就在於說 你剛剛講那是財務操作嗎 對 可是你如果說你的本業不好的時候 你再減其實也沒有用 真的沒有用 因為虧損簡直在會計上 我們如果大家 如果有讀會計你就知道 他其實是用股本 嗯 借股本帶掉那個累虧了 在會計分路上這樣做 他其實是充掉 用股本就充掉累虧 股本越減越少 但是如果基本面一直沒有產生 現金流量 或是沒辦法賺錢的話 他還是會一直把虧損一直累積 他只是說 也都把那個病症往後眼而已 嗯 所以這種公司就是 呃我不建議長期投資 長期投資啊 嗯 啊但是像建物商去年又有一波投機行情 嗯 大家如果看到去年那個股市人那個時候 後來漲 後來連建物商都漲 大家注意到 這是因為虧損說減資啊 對 那如果現金減資 就是我錢還你啊 這算不算好事 那為什麼我錢還你 我還有成功的案例 或失敗的案例啊 是 那個還有一家公司啊 我講一下 一家公司很特別啊 他是一年減資兩次 嗯 立凱KY 有沒有 上去的電動車啊 對啊 當然他一直虧損喔 他現在禁止只有6塊6 嗯 6塊6他在2021年 他不不人家都減資一次喔 他是一年減資兩次了 嗯 而且2020年也減資過一次 他還是一直長期過 但是股票一直一直 我待會會講一下那個減資有一些假象 他的股票 你你會發現股票減資之後 你會發現什麼 股票是往上跳嗎 因為前後市值會不變嗎 對 前後那個市值不變啊 那股數減少股價往上走 所以你不斷的透過減資的一個手法 手法的時候 你會發現股價好像K線看起來就一直往上漲 嗯 其實沒有他其實是 當然有有有有在往上 他有一些電動車的題材在吵 在吵 然後後來他他股價經過減資 你會發現股價一直往上跳 那這家公司很特別 他是減資兩次 然後前一年又減資一次 所以呢 他那個我看他掛牌以來 掛牌以來都沒有發過鼓勵 2013年掛牌以來都沒有發過鼓勵啊 那在股股票不斷減資 大股東在減資操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大股票1000張以上的股票在減少 哎呦 那就是大股東跑了 那時候是1000張以上的持股在37% 現在剩19% 嗯 所以你發現那不斷的股票在上漲過程當中 或是他減資過程當中 其實大股東的股數是在減少的 嗯 但是這一檔股票很累 我看到網路很多人在談這一檔股票 好 那現金減資我剛講過都是好事嘛 對不對 我錢還你了你也拿到錢 大股東也可以不用繳這麼多稅了 小股東也拿到錢了對不對 然後減完資以後 EPS也往上跳了對不對 只要他的營運沒有太大問題 應該都皆大歡喜 可是你還是能夠把它區分成成功跟失敗的案例 我真佩服你啊 好 那就給我們講解一下 就是成功的跟失敗的 好 那個現金減資 這是最成功的 我們比想鼻祖 在台股時常鼻祖是精華酒店 哦 還不是國具 國具只是後來把它發揚光大 我們講那個精華酒店在那個2002年 那時候減5塊 那時候2006年又減了7塊2 那時候減股幅度非常大 那股本呢從43億呢 後來降到6億 降到6億 所以那時候股價呢 從13塊一路就一直上漲到738塊 你看這個是很成功案例 那時候呢 精華酒店因為祭出台股史上 首次那個現金減資 所以那時候很多市場就是 去入屋 就是說很多連外資都心動了 所以那時候外資還 那時候還出很多報告就說 欸 那個帳上現金很多 應該也來學一下精華酒店 那個減資啊 包括什麼台積電聯電啊 那時候宏達店還不錯啊 就是你要減資啊 你看時間差不多啦 好好好 要幹嘛 廣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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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待會講一下 但是現金減資喔 一定是對大股東有利 因為大股東在做任何決策 一定幫自己找一下 好 待會來講這個 對對 欸 我覺得啦 我覺得我們現在就是有人 就是不管是幫自己投資啊 或者你有沒有覺得有一個 很奇怪的氛圍啊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只要講 就延續下來 就我自己的感覺啊 就我如果講 其實也會被人家罵齁 好 就是說我想問你的感覺 好 就是說現在如果說 大家講說 買台積電買鴻海 買0050買0056都OK 都OK 其實也都OK啦 你說現在買這幾檔股票 反正你把它放長 都OK 那如果說 你覺得 是 你有一點疑慮的時候 大家就一直罵你 你有沒有覺得整個市場的氛圍 是這樣子 哈哈 就是投投資人手 所以就不要隨便報人家拍 對對可是 對啦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連批評都不能批評 你有這樣感覺嗎 沒有台積電其實喔 我覺得台積電是 就算下跌人家也不會怪你啊 因為大家認為是好公司 對因為跌對跌了也不會怪你 因為國外經驗就說 你要推薦人家股票 如果你推薦中小行股失敗的話 人家會怪你 可是你推薦什麼Apple啊 微軟啊 下跌人家不會怪你 因為人家說 那是公司的問題 不是你的問題 對對 很多人推薦就會打安全牌就會這樣 對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現在在講投資 你說那你可以更積極主動 比方說 連我們有時候討論共同基金 這種主動型的 然後沒有講這種被動型的 大家都會覺得 你買0050就好 0056就好 可是這兩個機箱又不好 沒有特 沒有 你說跟相比起來沒有特別好 對啊 但對有些人來講 可是他就沒有很好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很多 很多投資人包括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都當過 投資人嘛 你手上有什麼部位的時候 你的腦袋會跟著部位轉離轉的 對 因為你有00500056的時候你就會變成支持者 對 就變成支持者 但是我們投資長 就是說不要因為部位嘛 你要還是要客觀去去分析自己的 自己的那個投資的標的的情景 可是那你以前做過這種數位主管啊 你就知道說那樣就是會有流量啊 所以現在是媒體都這樣做啊 對啊不一樣 對媒體現在 其實現在媒體的那個新聞 就只能講這些啊 新聞像最近中心金不是流量很好嗎 對啊 對啊就是因為這個很多人看 對啊你就會發現這種很熱門的新聞 到一直出來一直出來 對啊 因為很多人看 那個注意事項要講 好歡迎回來理財生活通 我是夏韻芬 在我旁邊的就是我們的張大帥了 我們要跟大家來聊現金 簡直的鼻祖是精華了 那精華當然帶動這樣的一個風潮了 嗯 然後國具是受到它的影響嗎 國具是後來自己 國具是後來自己那個 那個我們董事長 董事長自己有規劃很好的一個一套一整套 大家都看到只是現金簡資 那我我我先最後提一下那個精華酒店 嗯 大家以為精華酒店 他做一個很好的示範 嗯 可能大家都沒有注意到為什麼他要做新建 其實呃 如果我們做投資 你一定要注意 所有的決策 你一定要想這個決策 對大股東有什麼好處 你不要以為大股東會對你很好 他會 你不要以為大股東真的對你好 所以要做這個決策 沒有你要說這個決策 對大股東有什麼好處 你要設定處理去想 嗯 當初精華酒店為什麼會做這種大量檢資呢 嗯 因為那時候的呃 那個大股東呢 他本身呢 他們持有70% 嗯 所以他們那時候因為現金檢資 獲得不少現金回收 哦 錢先拿回來 他拿很多回收 那時候主張包裝了一個 呃 就想了一套一套口號 就是說輕資產嘛 嗯 但是其實那時候拿到現金最多 其實就是大股東本身 嗯 而且不用繳稅 嗯 所以你要知道那個所謂投資 很多是跟利益有關的 就是說你要想到大股 跟大股東利益有什麼好處 嗯 他會做這個決策 嗯 你說照顧小股東 那個是有時候是新聞稿在寫的 想太多啊 想太多 好那國巨為什麼說 他會做那麼多現金檢資 大家以為說他製造一個假象 就是說 你覺得說他從三塊賺到一千三 你會覺得欸國巨是靠現金檢資上去 不是 其實我們陳太陳董啊 他做一系列配套措施 包括什麼 他去併購 因為那時候被動元件之前 都是每年跌價10到15% 嗯 他那時候出現金檢資 如果他單純只做現金檢資的時候 國巨根本不會漲那麼多 嗯 他為什麼他還另外去整頓的 所謂產業秩序 他去併購 減少所謂彼此 直接殺價競爭的情況 嗯 所以他除了現金檢資 讓自己股本便慶以外 他另外還配套就說趕快去併購同業 而且瘋狂在併有沒有 而且我覺得他真的天時地利 對 因為那時候也是講漲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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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動元件漲漲漲漲漲漲漲 因為他自己首先抬價 哦 而且他還逼日商跟進啊 哦 所以他其實是很厲害整套的做法 大家只注意到目光焦點子 看到說哎 我們陳董事長做了很多現金檢資 什麼五年四次 然後今年第五次 嗯 但是你沒有注意到他背後 所謂產業秩序 他也經過一個整頓 而且由他去影響 影響整個產業 讓整個產業去 產業秩序 價格可以調漲 不然變動元件以前是 很不齊言的一個東西 我覺得他跟低潤一樣有沒有 對 大好大壞 以前以前是一直到的 還好什麼好的 就是真壞的 所以他絕對不是 因為靠財務操作就上去 也漲那麼多 然後什麼有一年 2018年賺了80塊 不是 其實他除了漲價 股本變輕 另外他還主導了一些 一些情力 市場秩序 所以讓他能夠 這樣天衣無縫的配合起來 但不是一直線 我們要全面去思考 整個重點 另外還有一家 一家可能前幾年 現金檢資也蠻成功 就是達新 達新 可能大家不認識 但是你從小都有穿過 他的做的雨衣 對啦 達新排雨衣 達新他本來本業也不賺錢 那本業不賺錢 可是也過得去 但是他前兩年 就把台中的土地做處分 那一塊土地本來炒作好幾次 每次都拿來炒作 後來他賣掉土地之後 他也很多現金入賬 他連續兩年做了減資 像2020年他就減資了3塊 加配息3.65元 那一年就股東拿到6.65元 2021年呢 他分半年 上半年下半年 跟他配息4塊 全年8塊 然後減資2.85元 全年就拿到 股東就拿到10.85元 他那時候股價呢 就從24塊漲到將近90塊 他也是一個現金減資 現金減資 然後他是因為儲分土地 這個部分也是因為 大股東可以做個結稅的動作 對 要搭配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很多公司 他現在如果有做一些大筆收入 業外收益的話 他常常很喜歡用現金減資 來獲得自己的股利 做為獲得金額獲利 這答案就是另外一個方式 一個樣板 對 有很多人一直問我們減資是什麼意思 待會等到直播中間 就是我們廣播進廣告的時候 我會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一個說明 但你把那個長榮的現金減資 當成是失敗的案例 這股價已經反映了 因為股價已經反映了 對啦 股價反映了 今年這個題材其實已經不管用了 大家注意到今年的現金減資這個題材 在過去四五年非常管用 包括國際把它發展光大 可是在今年減資你會發現 我做了一個統計 到現在為止有16家 16家宣布現金減資 你會發現什麼 8家第一時間8家是上漲的 有7家是下跌的 還有一家是根本沒動的 成交量只有十幾張 不就一半一半 對 所以現金減資到今年為止 這個題材已經被人不管用了 所以以後不要因為說現金減資這個題材 過去幾年好像已經 大家好像現金減資就趕快上漲 可是今年大家的投資市場 已經不太買單這個題材了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長榮 為什麼剛剛說它是 那個哥哥派失算 他在失算就是說 他沒想到現金減資呢 即出來之後的股票的反應是下跌的 股票是下跌的 不然他以為現金減資之後 股票還會帶大漲嗎 我待會兒講一下股權結共 不然他大股東先賣啊 我買後梗 就說長榮為什麼 金銀權之爭跟那個現金減資有關 那他為什麼不叫那個 是台華嗎是不是 台華 台華說 小賣賣一下 已經賣掉 你要那個 是不是要先給他打個招呼啊 結果台華先 他以前是不是講過什麼 一張不賣 他講的嘛對不對 現在一張不勝 一張不賣奇蹟自來 後來賣到一張不勝 一張不勝 所以是怎樣 大國東比較知道 這就是你們的財務操作嗎 對 他本來希望做財務操作 我待會兒講一下 跟他的股權結構有關 為什麼他要做個現金減資 跟景東有 很多人就說什麼 他引進啊 我說引進有可能 就剛剛我講的用私募的方式 但要綁三年 還要面對正期局 要不要讓你核准公開發行 但是我覺得他想要做 所以待會兒我們解釋一下 常種金泉之症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跟弟弟派之間的一個 分爭的情況 他為什麼要做這個決策 那我們還有一個東西沒講 就是簡直兩種講完了 還有一個就是第三個 就是庫長谷簡直 你還要撲梗喔 這樣我會忘記耶 不會 我會忘記的 我先記一下 還有兩節 然後待會兒會講 跟金營權有關 待會兒一定要講到 對不對 然後兄弟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還要加一個 現在就進廣告了嗎 還沒啊 你沒有看那個時間嗎 對我要記一下 這大股東能夠賣 小散戶卻吃虧 而且我跟你講 散戶會在他 那個剪資之後 隔天是買進去的 對啊 你待會兒這三個都要講喔 好 那另外庫長谷簡直 也有成功跟失敗 我們講一下失敗 大家都比較清楚 我大概帶一下 因為時間有限 那個失敗就是所謂的國劇 也是國劇 你看國劇又出來了 就是什麼 那時候不是前傾賣股票嗎 對 他去用高價去實施庫長谷戶盤 結果那時候他買多少 他均價 他買了2965張 均價花了816塊 大家以為說 他戶長谷簡直買 均價買816塊沒有關係 沒有差 對我沒影響 其實這個東西很傷股東權益 傷股東權益 我們待會討論好不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大帥可以出書 大帥就不出書 大帥到我們節目這樣 比較有人看 我跟妳講 大帥出書就會比較辛苦 一件事情 因為你要 就是當下的情況其實很重要 我覺得也是可以 我覺得你可以列入 不過我們剛剛講 很多人講簡資 我就讓大家知道一下 就覺得這一杯咖啡 對我覺得 我先講一下簡單的方式 就是一杯咖啡 那大家覺得打開咖啡了 就覺得快要喝完了 就很少 是 好啦打不開 反正就是咖啡剩一點點 那你覺得很難看嗎 一杯咖啡這麼少 那於是你就拿了兩個杯子 或三個杯子 就倒一點 倒一點 就覺得滿了 可是還是這杯咖啡 還是這杯咖啡 所以簡直我們剛剛講 只是財務操作 讓他覺得說看起來好看一點 對 那不然你怎麼解釋 簡直就是把骨本給減少 對啊 把骨本減少這樣子 對 而且那個資就是資本的 減少那個資本 股本 減少股本 減少股本 減少股本哪一個人會開心啊 結果我們投資人開心的不得了 你就覺得好棒好棒 其實為什麼 我再講一下彌補減支 為什麼他用股本去 去填補那個累積虧損 因為公司如果經營不善的話 他會賬上一點 越來越多累積虧損 再快要累積推損 然後他必須趕快 講好一點 因為快要有1000人了 真的 你可不可以講 認真講一下 我就 你看我剛剛講 有增加一些人 就簡直要講一下 但彌補虧損 但就是賬上很多累虧之後呢 可是 因為我們有規定 就是說那個累虧一直都沒有消掉 沒有消掉的話 你沒辦法配息 所以很多公司就是想說拿股本 去填補那個虧損 讓那個累虧損不再之後呢 他就比較有轉機 就說下次可以配息 像玉龍就沒有 玉龍 玉龍就有 玉龍就上次把那個累虧 他就有規劃過嘛 他把累虧給 用股本給給他填補掉之後呢 他隔年就可以立刻配息 如果他沒有這樣做的話 他必須一直賺到 把那個累虧給消掉 減少之後 甚至翻證 變成保留餘餘之後呢 他才能夠配息 所以他有時候 就因為炒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做一個帳商的處理 那現金減之計 就是把股本減少 然後現金配給你 就是類似 就是類似把股本 資本退給股東就這樣 嗯 你這樣講還是沒有人買 還沒有增加 哈哈哈 還940斤 我其實很想舉例 但是我想說廣告時間很短 你舉例啊 你舉例啊 我會阻止你嗎 嗯 潤洪有人問潤洪 那個潤泰集團 對 潤泰之前有減四層 你減資的人其實蠻多的 對 簡直就是有人在做了 在操作 大家不要忘記一個重點 就是基本面 基本面 一切是基本面 好我們已經講到了這一個啊 用護盤了哈 就是庫藏股的減資啊 那當時他高價護盤 八把一十六塊來護盤的時候 你說那是商股東權益 這點是不是跟大家講一下 我可能講一下 就是說你買的股價 買回來庫藏股的價格 低於你每股禁止的話 在會計上的話 在會計上的話 如果你股票註銷的話 你到時候因為超過那個部分 你要去沖掉那個保留人員 沖掉股東權益 所以你股東權益其實是減損的 這部分所以你只要高於禁止去 高於禁止去買的話 其實到後來都會 對你的股東權益是傷害的 然後這種東西本來以後 是可以用來配息啊 假如要配息 但是因為庫藏股 你買高價 然後到時候這個沖掉之後 你其實會減少 以後對長線股東其實是很不利 可能短線股東就不關心這個 那當初國具就是因為這樣 高價就護盤了 後來有促銷又查 後來促銷 那宏達店從一千多塊跌下來的時候 也是一樣 他護了像2011年再護了三次 然後每次買1萬張 第三次是買6914張 然後他的均價就從850塊 買到757又買到540 這到後來跟接下來股價 比起來都差很多 你不要以為說這個東西好像跟我 無關痛癢 但是對長線股東來講其實是一種傷害 我們來講一下成功的例子 成功的例子就是聯電 聯電待這一波大漲的時候 其實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他從2013年到2020年 幾乎幾乎每年都在庫藏股減值 而且因為他那時候股價幾乎都在 10塊跟15塊直接波動 那他的禁止我剛提到 他的禁止其實那時候將近20塊大概18塊 所以他是低於禁止買回來 也就是說這家公司的禁止是18塊 他買15塊回來的話 其實他其實對股東是相對有利 會提高所謂的股東的權益 那他就跟國際剛好相反嘛對不對 對就剛好相反 2013年2015年2016年2018年 2018年還兩次 然後2019年 連電每年都買20萬張庫藏股 然後另外那個2020年的時候 本來要買20張 20萬張後來買10.5萬張 然後這部分他就沒有註銷了 他直接叫什麼 讓一級主管認股票 認完之後股票就大漲了 那個半導體的景氣就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大股東真的 也蠻會認股票的時機還蠻好的 所以我剛剛覺得總結成功與失敗以外 就是本業然後景氣 是不是很重要 對所以不管我剛剛提到三個簡直 你不管哪一種簡直 你都是要還是要注意一下基本面 因為這是財務操作 但是財務操作呢 其實只是會計的一種 所謂的賬面的改變而已 但是基本面他到底好不好 你還是要去看 還要去看 還要去看他基本面 如果這樣基本面不好 就像連電那時候一直都不好 就算他一直買股東股 對沒錯他的股本縮小 對股東有利 但是如果沒有迎來一個半導體大行情的話 他也不會漲到72塊最高 對 所以基本面還是一個最關鍵的因素 對 所以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基本面還是一個最關鍵 好 那要回到這個長榮減資的遺云了嗎 哈哈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那個長榮那個精英權 長榮真的是 其實長榮為什麼種下今天的一個原因 兄弟細強 從2016年長榮發故事之後到現在為止 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脾氣 脾氣 第二個是張榮發 他那時候分配股權的時候是很均等 所以弄得大家都誰也不服誰 脾氣是什麼 你看張榮發在世的時候 你大家都知道 他跟兩任總統都鬧翻了 一個是李登輝 一個是陳氏 對這是真的 所以我發現他兒子也都蠻像的 爸爸的歌氣都蠻硬的 你看大哥在接受採訪 說張國懷在接受採訪就說 他說 他用一個很很現代化的一個名詞 他說每個兄弟都很酷 很酷就是很有想法 所以他說很難相處很難共識 所以就大家兄弟才會從2016年開始吵 先大訪對付二訪 然後現在就變成哥哥派跟弟弟派在戲牆 那現在接下來就會有精英權之爭 精英權之爭的話 我們現在長榮集團掛牌的有 我剛才有五家 長榮鋼 長榮鋼 這是最新他要提早改選 6月10號要提早改選 本來是11月改選 另外中債寶 另外農運 長榮行跟長榮 長榮這樣子 那我現在看股權 我現在從股權 因為長榮國際在二月底的時候 那時候變天 那時候各弟弟派突襲 那我們來講一下長榮整個 整個控股在哪裡 有三個 第一個他有 他有控股公司有兩家 一個長榮國際 一個是巴拉馬長榮國際 海外的 這兩家控股 另外兩個基金會 跟長榮發慈善經濟會 第三個就是他們 張家的兒子 他們都會均等股票 就是他們的股權 幾乎控在這三個 所以要控制這些單位的話 幾乎就可以取得經營權 那我來講一下 那個 這個所謂的掛牌公司呢 我來 因為時間不多 我就跟大家講一下 像長榮鋼 弟弟派 長榮鋼中債寶 現在是因為長榮國際 現在變天 所以現在我們把它 歸納為弟弟派 所以現在長榮剛剛中債寶是 弟弟在股權上 比較有優勢 另外 農運呢 是哥哥 農運哥哥 然後另外呢 長榮行跟長榮 我就要特別提出來 長榮 長榮行的話 現在是 大概均等 長榮行大概均等 一個哥哥大概19.91 掌控股權 弟弟大概就是 22.44 這個加張國偉 就是張國偉他這一個 總共22. 那那個長榮鋼鐵就是接下來 長榮鋼鐵呢 他有4.2% 所以長榮鋼鐵很重要 會影響到長榮航空 那長榮航空剩下的 百分之五十是什麼 散布在外 百分之五十 散布在外 好 那另外長榮 長榮哥哥有14.4% 弟弟8.09% 所以哥哥比較占優勢 有沒有 他有多少代外 百分之七十 就是說散戶啊外資 他股權更大 好啦我講到就是哥哥為什麼要用現金檢資 嗯 他其實他必須取勝 如果接下來 因為除了今年長榮鋼要選舉以外呢 剩下的公司都是明年要改選 嗯 滿年要改選 他有一年時間做準備 大家還記得嗎 在1月3號4號的時候 張國華他有做一個信託 把股票一半 包括他另一半股票都信託 他要徵求委託出 這已經布局第一步了 第二個 他必須爭取這70%的認可 認可公司派嘛 認可公司派 所以他必須做一個討好的動作 嗯 他必須討好的動作 就是說他必須讓這些股東認同他 嗯 然後讓認同他能夠投票給他 所以這70%的選票 他除了徵求委託書以外呢 他還要認求這些人的認同 所以認同很簡單啊 股價先漲 對 就可以認同啊 那投資人只相信這個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待會繼續再聊 嗯 就他失算了 他失算了 是啊 嗯 嗯 原來如此 好 他沒有想要現金 簡直今年不吃香啊 對啊 所以我們 他想要把股價弄上去 我們把這邊講完之後 你要講今年失靈的原因啊 對 好不好 沒有跟大環境有關 大環境 他長榮今年還有一個修改剛章程 修改章程 然後 因為今年去年這兩年疫情啊 很多公司都修改章程都不意外啊 但要修改那個可以視訊股東會 哦 可以視訊股東會 但是你呢 因為四月份他會公告那個所謂的章程的修改內了 我不知道長榮會不會 因為我查過長榮現在是一年一配啦 嗯 他會不會特定去修改為鼓勵 鼓勵變成半年或是一季一配 嗯 這個也是四月份可以觀察重點 嗯 就是說總而言之張國寶必須爭取剩下70%的股權 哎 他必須說 搞不好連股東會紀念品都很好 對 今年會很熱鬧啊 明年啦 明年改選會很熱鬧 嗯 嗯 啊簡直還有幾個重點來講一下 嗯 簡直重點 好啊 然後為什麼今年會失靈 我覺得要講一下 嗯 嗯 我覺得長榮啊 如果說真的出現競爭之爭還可以 我們還可以再來討論啊 好啊 所以我覺得先用錢講減資 然後減資之後 又沒有如大股東所預期 嗯 股價上漲 然後得到一些散戶的認同 嗯 這邊來講 我覺得他現在是做委託書啦 然後另外那個 那個 他會 他會想辦法讓爭取70%股權的認同 哦 台華你就叫他拜託他先不賣啊 叫他人家先賣 哈哈哈 哎 像這種都不用打個招呼了 沒有啦 不用啊 兩千張 他賣兩次一個兩千兩百五十張 長榮賣兩次出青了 那個能夠 也 還好啦 也不多啦 而且明年要改選 現在趕快賣一賣把利空出鏡 是不是比較好 真的嗎 對啊 沒有我覺得他賺很多了啦 嗯 台華也賺很多了啦 他其實可以不用管 你看 嗯 時間快到 嗯 時間快到 好 我們持續跟大帥來聊一聊 因為剛剛講到一個關鍵點 就在於說長榮減資 減資之後當然希望能夠得到散戶的認同嘛 對不對 你股價要漲嘛 就你你被台華賣下來之後散戶跳進去的也吃虧呢 那誰理你啊 對啊 主要是我剛剛講的其他的公司 包括長榮鋼 中代保隆運 這些公司其實股權相對比較集中 嗯 他們其實就是自己能夠搞定就好了 只要是股權能夠盈護對方就好了 那問題是長榮行跟長榮 長榮齁 因為掛牌時間比較久 股權比較分散 像長榮行有百分之五十在外 百分之五十在外 然後另外就是十大股東一萬 然後另外長榮有百分之七十 尤其是外資 所以你必須在一些政策上 你必須讓這些股東能夠爭取認同 所以從今年到明年的話 我們暫時忽略貨櫃的景氣 貨櫃景氣 如果在這方面的話 他必須做一些比較有勝的動作 來爭取股東的認同 那今天簡直是他想寄出來 想說國具有一些成功案例 那所以他就認為說 這個可也許他就有機會爭取 可是這部分呢 這部分他其實是失算 然後失算 然後另外當然大家講的說 減肢再增肢 這我跟妳講過說是不行 金管位是不行 除了私募 私募有個漏洞以外 但私募要面對三年後 要不要公開發行的一個問題 不得已我想大股東 最後不會用這一招 不會這一招 另外抬高價格的話 他抬高價格以外 那個抬高價格 將來那個減之後 價格會到三百多塊 現在大家估算大概到三百多塊 對 所以他的籌碼相對來講 有些當沖比較不容易 股權比較 所以將來如果他相對來做做的話 他拉抬也比較 就是說利多或什麼反應 會比較方便 所以我相信他到現在為止 會比較偏多 希望爭取股東的支持 所以你覺得他會護盤嗎 他就是口水 我說他相對比較正面 但是大家必須面對貨櫃之明年 跟後年的新船的下船 會開始增加 雖然有一些舊船 會退出 到時候要看一下景氣 有個情況 還有第二季那個所謂的 碼頭功能的談判的情況 所以整理到現在為止 我跟大家結論說 減肢的好處 我大概給大家整理一下 有四個會上升 兩個下降 兩個假象 有兩個操作空間 四個上升是什麼 EPS會增加 為什麼 因為股本減少 所以EPS會增加 另外是什麼 美股禁止會增加 美股禁止會增加 另外ROE就是股東權益報酬率 税後存益除以股東權益 公司就是税後存益除以股東權益 這個ROE會增加 ROE就是資產報酬率 這兩個就只不要說巴菲特很愛 那就是税後存益除以總資產 那這部分 它都會增加 這四個會增加 另外兩個會下降 第一個就是稅付會下降 大股東你的稅 你的稅付會下降 另外籌碼會下降 就是籌碼的凌亂程度會下降 這是簡直的兩將 兩個假象 兩個假象是什麼 一個EPS的假象 我舉例 假設這家公司今年賺1000塊 那假設他100股 EPS是10塊 但明年他的獲利 從1000塊掉到500塊 但是他簡直50%變50股 除起來多少 EPS是10塊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他獲利是衰退的 但是你會算起來 EPS 還是跟去年一樣10塊 這是假象 這是假象 所以常種簡直之後 就算貨櫃有一點不景氣 你會發現EPS是沒有減少 但是你要去看那個稅後存益 稅後存益 這個是一個假象 第二個就是股價的假象 有沒有 簡直之後股價會相對上去 會上來啊 對我剛好講到一個KY公司 他一直透過減資 那股票就會 股價你就發現有一種 看K線之後會一直上去的感覺 會有上去的感覺 這是股價的假象 股價假象 你不要以為他是一直上漲 不是 他是因為透過減資 再而三的減資後 讓股價上去 這是假象 有兩個空間 第一個就是他會有 以後會有再增資引進特定人的操作空間 但是一年內不行 我剛好提到 這讓他強調有提到 這儘管會會定 這是烘海條款 第二個呢 他可能可以有操作本益比的空間 就像國具 他配套一些配套措施 所以他有一個操作本益比的空間 本來第一本益比會拉高為本益比 所以這是減資之後的 所謂的四上升兩下降 兩假象 兩個操作空間的好處 好 那為什麼今年會失敗 今年的失敗就是說 其實我剛剛提到一個重點 所謂的基本面 其實你會發現台股 這前幾年其實都是往上走 有沒有 我們破萬點 然後接下來破萬二萬三 有沒有 開始萬四萬五 基本面是往上走的 到萬八 18619最高 其實今年的雜音比較多 我剛剛提到說 現金減資 它還是屬於財務操作一環 財務操作一環 所以呢 那今年的景氣相對大家不要疑慮 不要通膨的戰爭 這些東西啊 大家比較疑慮 然後第二個呢 其實呢 長榮減資這一次是真的是 就算他沒有寄出減資 長榮股價要下跌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次長榮在上漲之前啊 市場其實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話 大家已經知道說要準備炒作 鼓勵行情 嗯 鼓勵行情一端出來就是利多出盡嘛 所以不管長榮有沒有寄出所謂的 現金減資 它股價本來就要下跌了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第一天下跌的時候 三大法人賣了九千多張 大家都注意到三大法人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融資當天也減了一萬多張 比三大法人還多 為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大戶他也會用融資啊 嗯 他當天很多大戶 他當天就下車了 所以大家都怪罪 那時候就有一個錯覺 就怪罪現金減資這個政策不對 其實沒有 其實是鼓勵行情已經炒到尾端了 嗯 所以這個航運股就剛好就下跌了 好啊那因為這一波鼓勵行情 他在過年前就已經 過年前後就開始發動了 嗯 波段漲幅也是差不多滿足了 所以就剛好順勢下車這樣子 嗯 所以心機簡直變成一個替醉羔羊 哦 欸那你覺得 對於大盤的一個看法 你現在看法呢 你都已經叫你女兒進場了 所以你對於看法是 沒有 是有點悲觀嗎還是 沒有 因為他是放長線 所以他不會因為短線的消息去改變 對 那你自己看法呢 就是台股是不是已經 啊 就是已經整理的差不多了 我是看個股的 嗯 我看個股就下跌了 對大盤你不看了 然後整理 對你比較不看了 然後股票股票股票那個大跌之後打底 齁然後我覺得已經 價格低於他應有價值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分批買進 嗯 方便買進 所以大盤這個部分我就不會太 太去care那個指 因為現在指數 大家看除了看加權指數以外 還要看另外一個指數 叫什麼 不含台積電加權指數 哦對啦 因為現在台積電的實在是權重太高了 你還記得我們1990年代那時候是看什麼 看加權指數跟什麼 不含金融股指數 對不含金融股 因為那時候金融股每個都一千塊嘛 啊 所以那時候就會去看不含金融股指數 比較客觀嘛 所以你現在要看不含台積電的加權指數 會比較客觀一點 因為台積電很容易影響 而且在期貨上面很容易被外資 啊弄弄弄嘛 嗯 操作這樣子 所以這部分就是大家 看指數現在慢慢的不見得 會像過去那麼的客觀 因為我們是加權指數的官員 嗯 好所以還剩一分鐘 哈哈哈哈 你要講 講講 你剛剛不是叫我呼籲很多 你要有什麼秘密啊 我的秘密 我的三尾嗎 哈哈哈哈 誰要看你的三尾 當然是要聽股票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啊 就是現金簡直有一家 為什麼現金簡直到氾濫 我跟大家講一個有趣的公司 叫石泉 不是石泉大補 我那個石泉 他的泉是個金字房 記憶體公司 這家公司很有趣 我在看這今年16家減支的時候 我還每一家一家 就看那個基本面 這家公司很有趣 他去年其實是虧損的 嗯 他虧1.02元 但是呢他想錯熱鬧 我來要減支三塊錢好了 啊 結果當然了 他今天股票曾經跌停 大家不買單 對啊 大家不買單 所以你發現 其實投資人變聰明 眼鏡人的雪亮啊 去年賠錢 大家都知道你賠錢 根本就不買單 你雖然減支配我三塊錢 又怎麼樣 我看你賠錢 我還是照賣股票 所以他今天 今天股價是頗心低了 就是挨度跌停了 真的 所以我跟你講 其實投資就真的是這樣 是要經驗累積 而且不經一事不漲一智啊 對不對 以前你看這個 只要一減支都是好消息 然後一減支 不管我們會認為說他EPS上升了 跟你沒有去詳細的探討 他到底內部是怎麼樣形成的 而且減支有這麼多種啊 對不對 到底是庫藏型的減支 還是現金減支 還是錢太多的減支 還是老闆覺得沒有什麼 可以投資的減支啊 好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張大帥 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謝謝大帥 謝謝大家謝謝 拜拜